为什么有的人总能够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 而你一开口便沦为低级的杠精 高水平的杠精能够让人沉浮于理性的强制力之下 低水平的杠精却总是企图用荒谬去打败荒谬 最终落得个杀敌一千自伤两千 下面的内容教你如何去开杠 杠的优雅杠的透彻 杠的让杠精刮目相看 首先我们要清楚我们杠的是什么 杠的是一个结论 任何一个观点实际上都是一个结论 结论它不会凭空出现 再聊此了结论 它的背后都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 它包括论题论据和论证形式三部分 很多时候就连持有某个主张的人 也搞不清楚自己的论题论据是什么 但它们是存在的 比如一些隐藏的信念 就是我们不知不觉运用的论据 以上就是我们要攻击的三个靶子 论证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式逻辑的部分 我们要看它的论证路线能不能保证 前提是真 必然导出结论也是真的 比如这样一个论证 有的科学家是老师 有的艺术家是老师 所以有的艺术家是科学家 那这个论证我们把它形式化就是 有P是M 有S是M 所以有S是P 要反驳形式的错误 我们只要找出一个更加直观的反义即可 比如说有鸟是动物 有人是动物 所以有人是鸟 这显然是错的 从真的前提推出了错误的结论 所以它的论证形式是错的 这就意味着即便它的论据是真的 它也推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当我们确定它的论证形式没问题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反驳它的论据和论题 形式正确意味着只要前提是真 它的结论一定是真 反之亦然 论据和论题都是命题 命题就是一些有意义的判断 我们只要证明命题是错的 那么它的论证便不成立 反驳命题最好的方式就是规谬法 比如这样一个命题 所有女人都做不成大事 规谬法就是顺着她的命题继续推 推出一个荒谬或者自相矛盾的结论 所有的女人都做不成大事 那居里夫人是女人 所以居里夫人做不成大事 你看 这就是推出了一个与现实不符的结论 那就说明这个命题是假的 也就是论据或者论题是假的 这里大家要注意 仅仅判断论据和论题的真假 并不能说明结论也是假的 很多人讲的论据不对 但它抛出的结论有可能是对的 只有在确认了论证形式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才能够根据论据去判定 结论的正确一幅 总结一下 攻击论证形式去构造反例 攻击论据论题用规灭法 有人可能会说 很多人他根本就不讲逻辑 他不理性 这是没有用的 其实这是个错误的看法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逻辑 有理性 区别只是多少的问题 理性的强制力是人所没有办法抗拒的 之所以没有办法沟通 是因为我们上来就破坏了沟通的氛围 或者说你的说法本身就没有说服力 你本身也是一个低水平的钢筋 祝你成为一个有自我修养的钢筋